不是只有處理一月 二月三月都可以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修改 首先第一個 我想你們 在那個模組裡面 你就上面再加個一 這是什麼動作 二 做什麼 三 也許你就可以把步驟呢 加上去 那後面這個文字敘述你自己寫 反正你就是用你自己的那個 敘述來寫 不見得要跟我那個上面一樣的名稱 因為這種東西也是比較個人化的 你反正寫什麼 你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然後將來的話你也比較知道說 我如果哪個地方再加一行少一行的話 你也比較清楚一些些 因為這樣每一行都是一個動作 那像剛剛同學最後錄下來這一行有沒有 它實際上是什麼 A32.16 沒錯啦 其實它也是 那只是說 將來我們就不能用這個 因為你不能二月三月也都用A32 那變成它已經貼到底下去了 它又跳上來 那就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有特別強調說 如果你將來要修改 那你就是要改成Offset 就是你現在游標放的位置 的下一列 對不對 而不是說你指定固定的某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這個是固定的 那如果你不這樣寫 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Offset 你也可以把32改成 改成什麼 改成最後一列 最後一列 這個最後一列加一 對不對 可以啊 就是把這個數字怎麼樣 自己在用程式的方式把它找出來 放進去也可以 只是說 看哪一種寫法 你比較可以 比較容易習慣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 就是把這個 工作比較整合怎麼樣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做一到三月 所以你一個月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個你就先練習一個月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再來把二三月的觀念 把它考慮進去 那二三月的觀念 這個地方就牽涉到什麼 跨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 這個時候的話 我需要在上面先寫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一樣 AND兩下 然後把它按個TAG鍵 這個部分的話 一樣 我們在程式裡面 有講到外面這個區塊 也就是說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一定要固定 反正以後 我乾脆郵標 確定就是從第一季開始 反正就是第一季為主 就對了 所以以後 你們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工作表 那有一個是主要的 其它是次要的 對不對 那我固定一定先要在這邊 郵標一定要先停在這邊的話 那我就在開頭寫什麼 序齒 然後呢 什麼 刮鬍第一季 點時類側 就是一定郵標 停在這個 然後呢 它的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儲存格 A2 點時類側 所以特別注意 先把開頭的位置先確定下來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地方 直接打上那個 序齒 序迟跟前面那个Sales很像 Sales是储存格 序迟就是工作表 然后拿一个工作表 挖虎 你要告诉他 他会问你说index 当然你可以输入4也可以 4的话指的是第4个 或者第二种叙述 就是你可以用他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当然看看你的需要 一般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位置可能会变动的话 你用你用什么 你用那个 4可能就不太合适 比如他可能会有再增加第4月 5月6月 那位置会会动 会动的话你就不能用4了 用4的话将来会找不到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就点Sales 要自己打上去 那如果你不打那个点Sales的话 其实为什么那个点Sales没有出现 其实主要是刮虎的关系 所以前面好像跟Sales很像 你这个时候Shit的点会出现 这样的刮虎就不会出现 那Shit能够做什么 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物件 它的方法就是绿色的 方法就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我要新增工作表就add 有没有 我要复制工作表就是copy 然后我要删除工作表就delete 有没有 这些东西 这个是从某个范围复制到另外一个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类似我们需要的 只是这个我觉得它难度太高了一些 也复杂度太高了 这个动词也是把同样区块的东西 复制到另外一个区块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难度有点高 所以这个我看以后 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明 那你要怎么样完全掌握一个物件 很简单 点一下就知道 这个物件里面到底有什么方法